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坦白的 爽直的 绝不矜持 但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计较得失 惦念仇恨 只有真正活得通透的人才会明白 计较得失并不能改变什么 选择善良是为了让自己的身心变得更加自由 善良是为了取悦自己 人为什么要善良 哈尔维给了一个最好的答案 他说 我们坚持一件事情 不是因为这样做了会有效果 而是坚信这样做是对的 曾看过一个短片 短片里的男主是个老好人 他每天会帮摆摊卖小吃的大婶推车 在街边吃饭会把鸡腿分一半 给蹲在一旁的眼馋的狗 自己日子过得拮据 却会资助为让孩子上学在路边乞讨的母亲 他每天付出很多 但这些行为让他既赚不了钱 也上不了电视 自己的生活也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 看起来他似乎一无所获 但其实他收获到了比金钱 荣誉更让人幸福的事 当摆摊的大婶 笑意盈盈给顾客额外送吃的时候 一旁的他觉得无比欣慰和满足 当那只流浪狗默默地跟在他身后 送他回家的时候 他一定不会觉得自己是孤独的 当看到乞讨的小女孩 如愿去上学的时候 他会觉得自己再艰难 一点也值得 很多人不能理解 他明明什么也没得到 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短片的最后给出了答案 他得到的是情感 他见证了幸福 得到了理解 得到了爱 得到了钱买不来的东西 得到了一个比原先更美好的世界 就是这些看不见也摸不着的收获 让人变得更柔软 富有 善良不是为了取悦别人 而是为了取悦自己 是想让自己看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是日后再回想起来的时候 内心升起的一股暖流 善人者 人亦善知 曾经看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孤儿 他曾先后被三户人家收养 第一户人家养了他三年 生了自己的孩子后 把他赶走 第二户人家养了他五年 到十三岁那年 又把他送给另外的人家 第三户人家只养了他一年 后来他当上了老板 什么也不缺 唯一缺少父母亲情 他决定把三对养父母都接来 与他同住 好吃好喝供养着他们 很多人不明白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他说 我的苦难已经够多了 我不想拳击在心里 我只知道 他们曾经给过我好 那些不好忘记就行 每个人的一生中 或多或少的 都曾受到过伤害或诋毁 有些人选择一生牢记仇恨 终日在痛苦中度过 而有些人选择忘却伤害 牢记美好 走出阴影 让自己在温暖开心中度过余生 如果我们总是徘徊在过去的伤痛中 就无法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心无法走出来 人也就无法走出来 只有用善吹走恶 才能拥有阳光的心怀 对待自己如此 对待别人更是如此 管子 罢行中说善人者 人亦善之 只有让善意充满内心 才能获得心生的营养 人而好善 福虽未至 获其原意 顾荣是昔近末年的名士 在洛阳的时候 有一天 他应邀出席一个聚会 宴席很丰盛 突然 顾荣注意到 那个负责烤肉的年轻侍从 看着香味肆意的烤肉 脸上露出了羡慕的神情 顾荣慷地把自己的那份给了他 同座的人窃笑 他却不以为然 他说 哪有一天到晚烤肉 却不知道烤肉味道的人呢 后来 发生了匈奴攻破洛阳的事件 顾荣一路难逃 路上数次遇险 但每当危急的时刻 总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助自己 顾荣百思不得其解 问他我与你素昧平生 你为什么老是帮我 这个人说 我就是那个当年 接受你烤肉的人啊 曾经一个小小的善举 在关键时刻 却救了顾荣的性命 曾子说 人而好善 福虽未至 祸其原意 意思是说 与人为善的人 福报虽然没有及时到来 灾祸在不知不觉中 就远离了 你的善良理 一定藏着你的贵人 等你陷入困境时 也总会有人善良地对待你 让你度过险境 曾广贤文 有言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一个人只管多做善事 做好当下就好 不要去牵挂往后的发展 人生在世 积德行善是一种修行 心地善良的人 福报都在路上 心存善念 天必又知 善良不是为了取悦别人 而是为了取悦自己 是想让自己看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是日后在回想起来的时候 内心升起的一股暖流 心存善念 感恩于心 愿所有的善良 都得到上天的庇佑 善良 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善良行为 既不是强制的 也不是为取悦他人的行为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人生在世 就是一场修行 凡事皆有因果 善有善报 积德行善是修行 更是一种境界 心地善良的人 福报都在路上 心存善念 天必又知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 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没有烦恼 没有那悲伤 自由自在 身心多开朗 忘掉痛苦 忘掉那地方 我们一起齐集成去流浪 虽然没有花香 没一伤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看一看 这世界 并非那么凄凉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我遗忘 这世界 还是一片的光亮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